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在中国影视圈中 肖战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他以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从出入荧幕到如今成为当红流量小生 肖战主演的电视剧种类繁多 题材广泛 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他不同面向的演技与魅力 以下 我们将详细回顾肖战主演的几部 具有代表性的电视剧作品 陈情令陈情令无疑是肖战演艺生涯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该剧改编自墨湘童秀的小说《魔道祖师》 以宋代武大家足为背景 讲述了云梦江世 故人之子魏无羡 与姑苏兰世 寒光君兰旺季之间携手探寻真相 守护和平的故事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魏无羡 性格复杂多变 既有着放荡不羁的一面 又深藏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肖战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魏无羡的每一个细微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恩怨情仇的江湖之中 该剧不仅在国内引发了官剧热潮 更是在海外收获了极高的评价和关注 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又一成功案例 《斗罗大陆》改编自唐家三少同名小说的《斗罗大陆》 是肖战主演的又一部玄幻励志剧 剧中肖战饰演自幼丧母 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唐三 唐三凭借自己的恒心和实力克服重重困难 与队友团结有爱 一步步走向魂师的巅峰 肖战在剧中的表现充满了力量和信念 他将唐三的坚毅 勇敢和智慧展现的淋漓尽致 该剧剧情紧凑 特效宏大 肖战与吴轩仪等演员的精彩演绎 使得该剧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玄幻佳作 《王牌部队》《王牌部队》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军旅剧 由肖战与黄景瑜 钟楚西等领衔主演 该剧以新一代有志青年顾一野的成长历程为主线 讲述了他们在友情 爱情 亲情中的历练与成长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顾一野 是一个坚毅不拔 充满热血的军人形象 他通过细腻的演技 将顾一野的军人荣耀与责任 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让观众感受到了军人的伟大与不易 该剧的质感优良 剧情节奏紧凑 打戏精彩分成 肖战在剧中的表现更是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 余生 请多指教余生 请多指教是一部现代都市情感剧 由肖战与杨子领衔主演 该剧讲述了即将毕业的林之校 与事业低谷中的外科医生顾位相识 相知 相互扶持的故事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顾位 是一个温暖而贴心的角色 他用自己的真情抚慰了林之校受伤的心灵 帮助他度过了人生的低谷期 肖战在剧中的表现自然流畅 与杨子的对手戏更是火花似箭 让观众感受到了浓厚的爱情氛围 该剧不仅剧情温馨感人 还展现了当代青年在爱情 生活和家庭中的复杂关系 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 梦中的那片海梦中的那片海 是一部青春励志情感剧 由肖战与李沁领衔主演 该剧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讲述了年轻一辈在当兵 高考 下海 创业等 青葱岁月中的成长与蜕变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肖春生 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青年 他历经坎坷 却始终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信仰 最终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肖战在剧中的表现 充满了年代感和真实感 他将肖春生的成长历程 演绎的生动而感人 该剧不仅剧情紧凑 节奏明快 还展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 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让观众感受到了 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 结语从陈情令到梦中的那片海 肖战主演的电视剧作品 涵盖了古装仙侠 玄幻励志 现实军旅 现代都市情感等多种题材 他以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 我们期待肖战能够继续带来 更多优秀的作品 为观众呈现更多丰富多彩的角色形象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